我们今天阵行的部分呢 要学习的是 无缘无悔的195页第二段 无缘无悔的195页第二段 我帮大家念一下老师的开示 然后再进一步的做解释 举个例子 因为我们的镜头 都有一个死主在等待 或迟或早 我们都会遇到那个时刻 在医生和任何人都没有办法的状态下 面对死主 这种时候谁都没有办法 就只能求佛菩萨 所以用这样的心来拜佛 那这一段呢老师说 在我们的生命趋向尽头的时候 你面对死亡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医生跟任何人 都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自己来面对死亡 那我们自己也没办法 因为死亡是等于说是这一生前所未有的挑战 如果从佛法的角度来讲呢 对这个身体的执着 就是我们内心最强的一种执着 对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执着 就是内心最强的一种执着 那你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事实上就是你 最强的执着所执取的东西 它要坏灭了这样 那个时候对我们内心的挑战其实是非常大的 是有生以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个时候老师说 谁都没有办法 你就只能求佛菩萨 我们用这种心来干嘛呢 拜佛 拜佛 因为死亡是我们每一个人 这一生都会遇到的 你迟早会遇到他 然后 你能不能从容的面对死亡 如法的面对死亡 做出好的反应 其实会对于我们 能不能过渡到一个更好的下一生 它会是一个决定的关键 所以想到这一点呢 平常就要努力 想到这一点 平常就要努力 努力造最重的善业 而且是重复的多次的窜息造最重的善业 让它成为我们下一生 成为我们这一生临终下一生先赶果的业 好 所以 就是因为想到死亡的考验跟威胁呢 这样子认真的拜佛忏悔 其中上师三宝的加持 努力造最大的善业 就这种心情 后面呢 继续念 而且 这只是面对始祖 这不是面对恶趣 最近我提醒你们 做念死无常的这种思维 很多人想想之后就开始害怕死 死是应该害怕的 但是在广论里边说 更可怕的实际上是恶趣 恶趣有多惨 肯定是千生万死的重复 所以 不是经历一次死亡的问题 是活着的时候也很苦痛 死的时候也很苦痛 有的时候还生不如死 那后面这段开始呢 老实说 我们做这种念死无常的思维呢 其实真正最重要的 不是害怕死亡 这个广论上面有讲 而是说 害怕我们面对死亡 没有做准备 让自己下一生多入而去 因为实际上呢 经典里边也在常常讲 说我们的凡夫众生呢 造的恶业是远多于 我们所造的善业 所以要很认真 自心的皈依 还有忏悔 这样才能改善 我们这个造业的品质 让我们下一生有机会 是得到善趣 善业先赶果 得到善趣的人生 继续修行的 如果万一到了恶趣呢 恶趣有多惨呢 那老师说 肯定是千生万死的重复 肯定是千生万死的重复 地狱里面是 每一刹那每一刹那 都是千生万死 那这个在很多经典里面 有记载 那我们眼睛看得到的部分呢 你单单观察 这个畜生到的友情 那他们的生命周期就很短 平常你说家里养只宠物啊 养只狗啊 养只猫啊 他可能活到快十年 好 那是 在他们那种动物当中 他们那样算长寿的 可是实际上野生动物 通常很少活那么长的 通常很少活那么长的 像以前我也讲过 我们的那种福安寺旁边 就是坟场嘛 坟场里面会有野狗 你平常稍微观察一下 你就会发现 野狗里面很少有老狗 也很少有小狗 都是年轻力壮的 为什么 小的老的会在其他野狗 肚子饿 倒不到东西吃的时候 也会被吃掉 这样 所以动物 就是不像地狱那么惨 但是呢 你观察这个动物界 出生界呢 那个生命转换的速度 也是很快的 比如说之前 我们在加拿大这边 夏天的时候 我就会看到一幕 夏天的雨季呢 阔鱼会常常出来 蚯蚓也会常常出来 因为那个下雨嘛 一泡水 土一泡水 那个蚯蚓就会出来透气 很多都会爬到马路上 然后爬到马路上的时候 老师就会教到我们法师要护身嘛 就是在我们这个 人常常走过的地方 车常经过的地方 尽量把那些 阔鱼啊 蚯蚓啊 把它捡起来 然后再把它轻轻地放回 这个 比较没有水的这个草地上 让它们继续活下去 不容易被这个 来往的车辆 或行人的脚步踩死这样 那我实际去捡那个 蚯蚓跟阔鱼的时候呢 我常常会看到 很触目惊心的一幕啊 你们可能都没概念 就是呢 知道阔鱼会吃什么吗 一般人不知道 阔鱼会吃蚯蚓 然后蚯蚓的体型 比那个小阔鱼大很多 我就看过 十几只阔鱼 然后围着一只蚯蚓把它吸干 的那个场面就看到了这样 然后阔鱼还不只是这样 因为阔鱼跟蚯蚓一样 都没有眼睛看不见嘛 所以呢 我发现阔鱼还会吃 其他的阔鱼 被踩碎的尸体 那就是出生界的真实的像状 那你想想看 那个都是 活了没几天 没有很久嘛 对不对 然后就被人踩死了 被车子踩死了 然后呢 那种昏昏昧昧的状况 又没有特别学佛法 又没有特别思维佛法 很难伸到善去 对不对 然后再去恶去 又是这样子 各种各式各样的危险 各种各式各样的危机 一下子生命又结束了 然后再一个这样恶去的生命 也是很快就结束 所以老师才会说 恶去有多惨 肯定是千生万死的重复 所以到了恶去 就不是经历一次死亡的问题 是活的时候也痛苦 死的时候也很苦痛 有的时候还生不如死 就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你稍微去观察一下 那个昆虫啊 畜生啊 动物啊 旁生的这些生命的相状 你自然而然你就知道说 我的生命不能落到这种田地 你就会自然而然想要把握 眼前这些殊胜的 可以造善严修行的机会 用这种心形去拜佛 这很重要